Dudududu Duda 十拍實說 大地海外星學 Hello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十拍實說 我是大地海外星學的 Jade 今集我們會繼續探訪在澳洲Adler的學校 第一間將會刺激你的未來 Lacol & Boo的課程有六個月的 WR Integrated Learning 他們在全球和2100個industry partner 又合作 這些2100個industry partner 遍佈35個國家 他們的95%的學生學生 在畢業後六個月就已經找到工作 所以Lacol & Boo本身是這間藍大學院 他們的品牌很出名 尤其是有興趣可能是 獨立的同學或者煮食的同學 都可以去考慮 這間Lacol & Boo本身學生 除了南澳的SACE課程之外 其實他們都有提供IB的課程 其實他們的學校這個任務 其實就是希望培養學生成為一個 Global citizens 所以在學習方面上 其實他們都很著重學生的領導才能 Critical thinking 等等 希望他們也有很多交流程式 尤其是他們很專注於Rolling Stamp 和Math 這些比較理科的課程 其實他們的學生有很多機會 可以除了在澳洲之外 出去不同國家上交流 參加比賽 除了學生他們出去之外 其實他們也有很多外國的學校 會離學校 可能在交流一兩個星期 而現在這間學校 他們有100個國際學生 但經過很多不同的選擇 他們都可以在不同地方上交流 我其實在這個參觀過程 也看到有很多東西 跟香港的學校不同 尤其是他們的課室 他們是很多玻璃的牆 相比香港讀書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石市牆 那些玻璃的牆 其實可以當作白板地用 可以比較交流的時間 而且那些玻璃門 其實他們是可以打開兩間班房 打通的 所以如果有兩個班 可能要一起上課 或者交流的時候 會比較方便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 香港同學來到 可能會有點不習慣 但其實是一個 比較不同的學習方式 我覺得這個是不錯的 其實澳洲的工校 他們的資源都不錯 我們來到Norwood International School 他們的校舍都非常新 以及設施都非常新 還有學生 其實他們上課 現在都是用電腦上課 我也有問過 其實International Student 他們會給他一部電腦 到他離開的時候 就交給學校 其實上課的時間 多數現在都會用電腦做Notes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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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 可以方便他們 如果有需要 去找支援 方便他們 去找老師幫忙 在我們讀書的時候 沒有這些技術 所以很多時候 去到班房找老師 發覺老師不在 可能經常走來走去 就浪費了一些時間 這裡就比較有效 順滯一點 今集我們就走到這裡 下一集我們會訪問來到 Adelie讀書的大地學生 從他們的口中 告訴你不一樣的澳洲生活 記得 黏住我們 實拍實說的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